各位我们现在我想要来做的是总销售额 首先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一样用卡片 卡片我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好就这一个 接下来这个卡片里面 因为我要放总销售额 所以我就勾销售额打勾 结果它出现的是什么 我稍微放大一点点就看到了 2.3格百万 各位我知道你们不太喜欢看 后面是有那个什么百万或者是 当你以后习惯你要到美国 他们都是这样看的 那这套软体是美国人写的 所以你没办法去做这些调整 了不起我去格式做设定 请问这个应该会画吗 这是不是卡片 然后接下来销售额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讲格式 格式 然后请把它改成什么 针对这个里面的内容 它叫做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麻烦请把这个显示单位改成5 有看到吗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呈现成这个样子 好 它最多只能改成 你可能比较能够接受 就是这样子的呈现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小数位数 这边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值小数位数改成0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这就是总销售额 总销售额 然后针对刚刚教过的标题 标题我是不是可以打开 然后就直接输入什么 总销售额 然后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字的大小 我要设到字中 然后字设到18 好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总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我就只把这个边界画出来